来到环球娱乐通环节 所谓水能在舟亦能复舟 这句话说的是 李秀和平民百姓之间的关系 不过也非常适合 形容下来的这则故事 一个作品如果有一大批的粉丝拥戴 那固然是好事 但是在某种程度上 也有一定的隐忧 相隔19年后 再推出新作品的《哈利波特》 就是一个好例子 是 《哈利波特》系列第八部作品 被诅咒的孩子 《哈利波特和《可适》 即将搬上舞台 以舞台剧的方式和大家见面 只不过这个粉丝望穿秋水 终于出现的这个作品 却惹来一堆的争议 其中最让人争论的是 女主角妙丽居然从白人变成黑人 叫粉丝太水土不服 哈利波特电影系列 在2011年画上句点之后 哈利粉丝无不大感惋惜 相隔了五年 作家JK·罗琳 终于带着新作品 被诅咒的孩子 以舞台剧的方式重返粉丝演言 这里是伦敦剧场的后台 也是舞台剧演员彩排场所 罗琳亲自来监督 足以证明他对舞台剧的期许 被诅咒的孩子讲述的是 哈利波特一众角色 长大成人的故事 荣恩和妙丽以为人父母 只不过大家熟悉的那一个 由艾玛华森饰演的妙丽 居然变成了一名黑人舞台剧演员 哈利迷自然是群起反弹 妙丽由白转黑的个案 让人联想到去年上映的神奇自侠 里面的霹雳火 由黑人演员迈克乔丹饰演 结果就引来了一众粉丝的炮轰 虽然罗琳对粉丝的质疑不屑一顾 甚至霸气的回呛粉丝 是种族歧视 是白痴 但是剧主擅自让主要角色更换肤色 无疑是在铤而走险 不过由于这舞台剧广受瞩目 去年10月份就曾创下24小时内 售出17万5千张票的佳绩 所以亏钱的戏码应该不会上演 就看演出后的效果如何了